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我们继续来学习《正法念处经》第76集 上一集说到 在众和地狱受苦的罪人 不但没有任何可以皈依或求救之处 还要面对更多残酷的刑罚 世尊接着开始说 有妇如是 阎摩罗人取地狱人至刀叶灵 刀叶甚多 火炎赤燃 二次罪人 见笔树头 有好端正 阎氏妇女 如是见义 急生爱然 还有以下这样的情形 就是 阎摩罗狱卒抓着罪人 放在刀叶灵中 那里有非常多的刀叶 烈火赤燃 而罪人会见到树顶上 有长相端正 装扮很美丽的女子 她一见到 就生起无法抑制极度强烈的爱然之心 如是妇女 漫妙庄严 墨香奔身 涂香涂身 如是身形 第一颜世 身极柔软 直爪鲜长 蜥蜴含笑 以种种宝 庄严其身 种种郁昧 一切鱼翅凡夫之人 剑则千辛 醉人所见的女子 用各种唯妙花慢 精致严饰 墨香 均匀地喷在身体上 涂香 薄薄地涂在肌肤上 不但身形极为美丽 同时 体态极其柔媚 食指鲜长 蜥蜴含笑 身上带着各种 精美的宝物饰品 展现各种 妩媚撩拨的姿态 任何被欲望左右的 凡夫见了 都怦然心动 被他吸引 比地狱人 既见如是端正妇女 在树上已 生如是心 是我人中 的女人 这是我原来 拥有过的女人 其实 这地狱罪人 是被自己的业感 所欺骗 所以 见到了这样的幻象 如是建议 极上笔树 树叶如刀 割其身肉 既割肉 以 刺割 其精 既割 精 以 刺 刺 其骨 既割 骨 以 刺 辟 其水 如是 匹哥 一切 处矣 乃得 上树 为了 找那个美女 罪人 就爬上了 刀叶 林树 此时 树叶 像尖刀一样 割着 他身上的肉 割了肉以后 又割脉 断筋 割了筋脉 之后 又割结骨头 割了骨头以后 又劈开骨髓 就像这样 罪人 被劈割了浑身上下 所有的地方之后 才爬到了树上 欲尽妇女 心转专念 自信锁狂 在笔树上 如是受苦 罪人 非常渴望 接近那个美女 内心不断渴求 甚至最后 只剩下一个念头 就是 我一定要得到 那个女子 就是这个执着的心 使她 在爬上树的时候 经历了 皮开肉绽 断筋 屁股的痛苦 而她 是否能顺利 得到那名美女呢 下一集 正法念处经 我们继续学习 南无阿弥陀佛 小类 我晨 巧